30日 洛杉矶艺术展首日对公众开放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画廊等 汇集在洛杉矶会展中心 在这每年一届的艺术盛世上展卖艺术作品 今年的艺术展突出了女性 艺术与科技 然而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展会规模明显缩小 参展的华人艺术家或者画廊也是凤毛麟角 已经连续举办了26年的洛杉矶艺术展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艺术家 艺术品贩卖商与藏家参展 根据主办方介绍 今年的展会上的各类展台与画廊超过80个 展卖的作品既有传统风格 又有现代当代的绘画雕塑作品 此外 以数码科技为媒介的艺术品 以及新科技艺术品也是本届展览的一大特色 除了对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艺术品贩卖商与藏家有吸引力之外 洛杉矶艺术展对普通民众也很具吸引力 以往每年来观看展览的民众超过7万人次 今年的洛杉矶艺术展29日晚上举行了开幕典礼 30日中午向公众开放 本届展览将持续至31日 在当今社会上 女性是一大热门话题 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今年的洛杉矶艺术展上 主办方表示 今年参展的有更多的女性艺术家 她们更倾向于用数码科技等新技术做媒介 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 在今年的展会上 人们能够看到更多以表达尊重女性权益 呼吁女性发声为主题的作品 最近几年来 每届洛杉矶艺术展都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艺术家 或者艺术品展卖商参展 但是今年受到疫情冲击 中国的艺术家与艺术品商均未参展 画廊设在比华丽山威尔夏大道上的炼画廊 似乎是今年参加洛杉矶艺术展的 唯一一家华人艺术品贩售商 该画廊的贺总监表示 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参展商明显变少了 尤其是来自境外的展商 炼画廊是专门做亚洲当代艺术品生意的 并且是第二次参加洛杉矶艺术展 根据贺总监观察 今年洛杉矶艺术展的规模 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他希望疫情尽快好转 以便有更多华人可以加入到 洛杉矶艺术展的展商队伍中来 以做更多的文化交流 把中国的艺术品带到美国的艺术市场上来 随着艺术家母亲 从纽约来洛杉矶参展的 八岁小学生萨尔瓦多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喜欢艺术 因为通过艺术可以了解过去了解历史 他也喜欢绘画 因为对他来说绘画很特别 绘画对世界上宇宙上的人都很特别 萨尔瓦多是趁暑假来洛杉矶看他姨妈 他此次来洛杉矶也了解了迪士尼乐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